有朋自远方来不予乐乎 宜兰县罗东镇公所在今天上午抵达的 花莲市清洁队进行参访交流 而又受到了与世的影响 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改在会议室 来介绍清洁队的各项软硬体设备 以及人员工作的分配 希望能够跟罗东镇的朋友来相互学习 一起为环保永续垃圾减量的目标来努力 宜兰县罗东镇公所在清洁队长 蔡昭阳的带领之下 一行人中35位清洁队员以及政公所同伦 来到花莲市清洁队参访 并且交流资源回收的相关业务 花莲市公所清洁队长吴庆展表示 由于不久前才前往罗东镇参访 对罗东的朋友们感到特别的熟悉 也代表市长魏嘉贤 向罗东镇的朋友们表达的欢迎 也希望彼此之间的友谊能够长长久久 共荣共好 资源回收 还有垃圾清运 还有就是我们的环境卫生的维护 跟机场取缔 这都是我们三大项的工作 那第四大项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防疫消毒的作业 也是绕在我们的身上 坦白讲清洁队的队员 每个都是工具人 很了不起 坦白讲 不管哪个乡镇市都差不多 遇到问题都一样 像我们今天这个同仁他在清空 我们明天奇怪他怎么在割草呢 突然之间又跑去哪边 反正一个人 扮演多种角色 资源回收部分我们花莲市 来讲的话 我们是属于助商混合的一个形态 所以说我们每天的资源回收的量很高 低着十五六吨 多的时候可以到二十几吨 那我每天大概有十五六个同仁 来做分选的工作 那当然我们大家都应该都差不多啦 就是前一天送回来 大致上都是用塑胶袋包 坦白讲 现在民众我们都希望他不用塑胶袋包 但是他有他的好处 比如说轻便宜 他的容量大 所以这都促使我们民众很难去改变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当我们这边来我们就先破袋 破袋之后呢 我们会先把瓦刃子那些比较大的 比较粗的 就是比较体积比较大的 先往我们有专门放纸的地方 都会往那边放 那其他就推到我们漏斗那边 然后跟着输送袋来做分选 楼东镇公所清洁队长蔡正恩表示 非常感谢华林寺清洁队的接待以及介绍 也代表楼东镇长吴秋林向大家问好 华林寺清洁队队部 规模覆地相当广大 硬体设备也相当优良 会向华林寺清洁队请教硬体设备的相关采购 招购购问题 让进行工作资源回收业务 能够有更效率的进行 记得喜欢华智博道